潜海令不可一概全 更不可一刀棄 那些违反朝廷禁令出海的人 并非都是通海的罪犯 他们都是为了生计才出海的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他们出海就违反了朝廷的禁令 智太大人 福建案查实 于大人到了 他终于来了 他已经找过吴大人 现在该来找我了 让他进来 是 下官于成龙拜见智太大 免礼 免礼 于大人 我听 胡广寻抚张大人张朝真假 你于成龙可是写得一首好字啊 那是张大人一句过于直言 下官不改 客气了 姚大人 战利玄比的这种书写方式 宛若书胜王羲之啊 您夸奖了 太夸奖了 于大人 我正想请教于你 你却来了 来得好 来得好啊 这样 就按这个字 你给我评点一下怎么样 下官不敢 下官不敢 好字 好字 姚大人所学 可是我山西先贤司马光的字 您真是好眼力啊 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大师 其书法造诣也颇深 其比例方者斩节 历透豪端 比划尘色刚进 意气雄厚啊 于大人 您真是杭家离手 句句到位啊 姚大人 您所写的这两句诗 也颇有意思 于大人 您已经知道 这诗的出出了 渔翁夜霸 西炎肃 小吉亦清香 若杵 若杵 看来志台大人 不仅喜欢司马光的字 还喜欢柳宗园 柳河东的诗啊 我说于大人 今天全让你碰上了 我瞒你说 这字和诗 都是出自你们山西人之手啊 看来志台大人 跟我们山西人有缘分哪 于大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找我一定有事 这样 咱们到后堂去查续 好 姚大人请 福台吴大人并没有同意 是 吴大人只同意我重审 黄唐村一案 这就对了 你刚才说 福州监狱里的那些通海药犯 大多都是被冤枉的 但你并拿不出 他们被冤枉的事实依据 只凭你对案子的怀疑 就要重新审理 那可是几千个要犯哪 都是重犯要犯 你觉得这于情于理 能说得过去吗 姚大人 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没有饭吃 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会流落他乡 甚至会被饿死 姚大人 这样的理由 难道还不够吗 遣海令 是朝廷颁发的履令 不让片番入海 针对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沿海战乱地区所有的人 既然是禁令 就应该为者必究啊 你们可以把所有出海的人 都抓回来 但是你们不可以 不分青红造白地 把所有出海的渔民 统统地定为通海的罪犯啊 于成龙 你一口一个你们你们 我倒要问问你 我们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难道你不知道 你是朝廷的命官吗 你把你们我们分得 如此清楚 净未分明 本愿不知 你到底处于何故 姚大人 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大清立国已经快三十年了 但三藩作乱 逆贼肇事 一致难以平定 自康亲王带兵出征泯定 征战经年 战争局势才趋于扭转 福建全境才渐渐趋于安定 可你虞成龙刚到福建上任 你却要重新审理那些案子 你知道拐押在福州的那些 通海案犯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意味着战乱将要结束 天下将要平定 我还告诉你 那是康亲王带领数万兵勇 和全体福建百姓 惊心苦战的辉煌战果 但你还要为那些案犯去翻案 于成龙 我问你 你到底居心何在 姚大人 不要说了 秋后万斩日期一到 即刻开刀万斩 不得有误 你看 这等会儿的真是有福不会想 放着轿子不做 自己走路 这关老爷 肯定是坐轿子把屁股做疼嘛 要不你说 这谁愿意放着轿子不做 走路呢 于大人 上轿吧 街上的人全看笑我呢 我不是让你们先回去 别跟着我吗 你们就是不听 我今天不想做 叫你们赶紧走 于大人 快点走 是 走 二位大人哪 二位大人哪 雷骨头 有先生 贵客贵客 快快请坐 快快请坐 不用不用 典狱长 这是于大人的手遇 于大人的手遇 对 府台大人已经同意于大人 重新审理黄塘村二十三户人家通海的案子 这可太好了 只要是重新审理黄塘村的案子 这会儿犯人哪 就不会再闹上了 我这里啊 也可以安稳一时了 二位大人 今天要提审的是哪个人犯了 我们要先提审的是林乐仔 林乐仔 田医长 怎么这么快 就对林乐仔没有印象呢 林乐仔 好像听说过 他一时想不起来了 林乐仔 就是曾经同牛阿根 关在一个牢房那个犯人 林乐仔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瞧我这记性啊 也许啊这监狱的人犯太多了 二位大人怎么突然想到 先提审林乐仔呀 他并不是黄塘村 他跟黄塘村的案子 没有任何关系呀 好好 林乐仔确实跟黄塘村的案子没关系 但他跟牛阿根有关系 跟牛阿根有关系 跟牛阿根有什么关系呀 据我们查明 牛阿根被黄塘村人打伤之后 你们监狱方面 并没有按暗查使余成龙余大人的指令 即刻将牛阿根单独关押 而是继续把他和林乐仔 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雷浦头真是明察秋毫啊 是这样的 监狱骚乱单天 二位大人都看到了 他大脸就被人给打死啊 当时若不及时医治 就会有性命之忧啊 当时啊没有将牛阿根单独关押 他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啊 这都是我安排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就好 没有问题就好 我们可以提审林乐仔了吧 当然可以啊 那就快带我们去吧 别急 二位大人稍息片刻 我去叫狱卒 领二位大人前去 好 别让人稍等 颠约长 走了 颠约长 你找我们俩有事吗 那天你们两个是在哪个牢房给牛阿根下的毒啊 怎么了 出事了 回我的文化 颠约长 我们俩是按您的要求 把牛阿根带到地牢以后 才下的毒啊 真的是压到地牢之后 才下的毒 是啊 是真的 郭大人 普通牢房有别的犯人 但是我们也没法下毒啊 对不懂啊 对啊 那你们两个也不敢撒谎 是 还有 还有 那个统林娃根 关在一起的人犯林乐仔 最近几天 有什么动静没有 不是 颠约长 我们俩这几天都没去过他的疗房 余成龙的人 要提醒林乐仔 你们两个 领他们去 给我盯紧的林乐仔 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举动 及时向我报告 余大人回来了 余大人没坐轿子 自个儿走了 自个儿走了 是的 我们几个抬着空轿子回来的 我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是 好 林乐仔 有人过来提神你了 快起来 提神我 谁提神我 我们是涅斯衙门的人 跟我们走 去哪里 当然是去涅斯衙门了 走吧 要不咱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我不去 我不去 我哪里也不去 林乐仔 你是不是皮肤痒痒了呀 叫你去你就去 林乐仔 你别害怕啊 我们来提神你 是因为你父亲 到涅斯衙门去喊冤了 所以我们才来的 我父亲 我父亲未有喊冤 没错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别想了 赶紧走 是 余大人回来了 周先生怎么在这儿呢 我在等余大人回来呀 我想你都知道了 你把空轿子放回来 我就猜到 你在治台大人那儿碰了鼻子 治台大人和府台大人 就跟商量好了一样 谁都不同意我重新审理 福州监狱的通海案 他们不可能同意 你去之前不是已经预料到了吗 预料是预料到 就是没想到 治台大人的态度 会那么强硬 治台大人 府台大人 都找过了 下面该去见康亲王了 如果康亲王也不同意 那可怎么办 你要把功夫下在康亲王身上 只要康亲王点了头 无论巡抚还是总督 他们就是想拦也拦不住 这我明白 关键在康亲王 报 余大人 柳先生跟雷普头 把案犯林乐仔带来了 是 他们怎么把林乐仔带来了 余大人 跟我来 到了大堂我再告诉你 我会给你 好 我怎么把林乐仔带来 好 好